弹劾拜登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果然动手 请点赞订阅并转发 谢谢 原标题 弹劾拜登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果然动手 观察者网讯 曾放话在拜登上任第二天 就提出弹劾条款的 共和党众议员格林 Marjorie Taylor Greene 果然动手了 21日 格林先在推特发布视频5秒钟的视频 只说了两句话 我刚刚提交了针对拜登的弹劾条款 我们拭目以待 短短一个视频 目前已经有了500多万观看量 7万多条留言和3.2万点赞 接着他又贴出了弹劾条款的全文 并at拜登 格林称 拜登不适合担任总统 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滥用权力 事实上 在上周众议院投票弹劾特朗普几小时候 格林就宣布了他要在21日弹劾拜登的计划 当地时间13日 格林在推特中写道 1月21日 我将提交弹劾当选总统的条款 7500万美国人收购了无所作为 是时候表明立场了 我很自豪能够为那些被忽视的共和党选民发声 美媒分析称 目前由民主党控制众议院 众议院议长很可能不会采纳格林的弹劾条款 格林是一名政治新秀 去年11月当选佐治亚州第14国会选区代表 他是极右翼匿名Q阴谋论的支持者 因发表种族主义言论而受到批评 观察者网著 匿名Q阴谋论者认为 特朗普在任期间 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一个 反对特朗普和其支持者的深层政府 本月17日 格林的推特被冻结12小时 推特发言人给出的原因 是该账户多次违反平台的公民诚信政策 但推特方面并未明确指出 格林的哪些推文违反了这一政策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MBC曾报道称 格林曾在推特上 发出了一系列有关指控选举欺诈的虚假言论 他在推文中质疑了 佐治亚州的选举结果 以及共和党失守参议院的选举结果 另据商业内幕18日报道 格林推特被冻结不久前 他还曾在16日 发布过一则股东特朗普支持者的推文 但推文发出两个时候 就被平台删除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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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